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6月11号 下午1点26分 午餐时间 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找盘 技术分析 这里有几只股呢 都是我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会员 首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in button 参加会员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最后的时候呢 我也会分享一支浅人股 就是今天早上刚刚突破 这个颈线 是一支VCP形态的股 有机会飙上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支KUB KUB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有分析 这样就有朋友问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去追 我们来看看下 它今天早上的价钱是0.855 而筹码主力线的指质线跟层质线也是0.855 也就是说呢 价钱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必要小心 因为根据我的策略呢 股价跌破任何一根的筹码主力线 都是要买出去的 都是不可以买入的 现在从一个价钱 它有可能飙上去 也有可能跌破 所以现在就等就看罢了 看下它有没有机会再次的站上去0.855 啊 那个可能是一个加码的机会 但是如果它跌破0.855的话 就要套利了 这个就是KUB 另外一支呢 是这个Berjaya Lens 这支股呢 也是有在我的这个WhatsApp小组里面分享 又有股有万 我们就来看看下 之前呢 我在我的小组里面 我就说这支股呢 是一个VCP形态 这个是前一两天讲的 星期讲的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颈线的话 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而今天呢 它就突破了颈线 看到它突破了 所以突破颈线 肯定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重点是现在可以追嘛 它已经突破了 现在价钱是0.4 这边有一个主地线 大概是在0.41左右 如果你要追的话 你要等它突破0.41 才可以进场 如果你是之前已经在这个颈线 大概是0.38539的时候 买入 这个时候 你又是在非常舒服的位置 可供也可守 所以就继续观察 看一下它会不会继续往上标 还是再次的突破这个颈线 这个就是VCP心态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标股心态 这些都有在我的这个WhatsApp VIP Group里面分享的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的 这个免费加入我的这个WhatsApp Group 你可以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MOMO马来西亚 再填Google form 你就有机会被邀请加入这个WhatsApp小组 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是不符合这个条件 但是你又想加入我的这个WhatsApp小组 这样的话你就要付费了 你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我的WhatsApp号码 直接连到我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的话就是免费吧 用我连接注册就是免费了 so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支 SenseSoft 这个是我的WhatsApp小组 很有问的 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股价是0.355 他就问可以追吗 我们再看一下 成这线也是一样0.355 这个时候就不可以随便追的 你可以看到成交是很大的 我们不知道这成交是有人出货呢 还是有人拉高出货呢 还是有资金涌进来 不知道 只有他的股价 他比这个呃 沉测线更高 那个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只要他 今天 tap破这个 沉测线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抹出讯号 之前满路的朋友呢 也要考虑 套力出场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 就等罢了 不用紧张 看一下他是 站上去 这个沉测线 还是tap破这个沉测线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支 阿华 这个是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的朋友 所问的 他就打算进场 这个肯定就是 不是很漂亮 因为这边有一个 主力线 0.39 而他的价钱是0.38 只有等到他突破这个0.39的时候 那时候是可以考虑进场的 因为他已经突破了 这些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这边又有这个 筹码工资程 但是只要他没有突破 这个指质线 暂时都是不适合进场的 因为很有可能呢 就被这个指质线又打回来 所以不用急 就看下这个指质线 有没有机会突破先 那时候再决定 R1Tech也是在这个youtube channel里面的朋友问 也是一样 现在可以追吗 所以我发觉到很多朋友呢 都是看到股价上涨几天之后 才问可以不可以追的 这个就有点风险高了 你可以看到的这边有一个 全高主力 大概是在0.515 现在的价钱是0.505 如果你要追的话 你要等他突破0.515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如果你有用我的这个 重码主力线的话 其实你可以买在0.45左右吧 这边这个位置 就是刚刚突破这个 重码主力线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用 那如果你是买在0.45的话 现在就是非常舒服了 攻可守 也是可以推可守的 位置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支 热门股 SNS 这个也是很多人问的 在我的 Watcq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朋友呢 在讨论这支股 可以看到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迷离的VCP 它的顶线呢 就是0.67 今天就突破了0.67 突破0.67 是一个 马路讯号 它现在价钱是0.695 52轴行高是0.70 但是如果你是买在0.67的话 现在也是非常的舒服 啊 就等看它是 会不会继续往上标 如果你是打算进场的话呢 个人认为你只有等到它突破这个 0.7 也就是这个全高主力的时候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所以这个就算呢 如果你要追的话呢 也要有这个技巧 啊 通常我呢 在这个 外交小组里面呢 我们就主张的就是 提前部署 买在刚刚突破 就是刚刚起账的时候 才买路的 这样的风险就会低很多 而且呢 通常都是一买 就是飙上去 不用去追高 这就是SNS 现在呢 你只有等到它突破0.70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OK 现在要分享一支潜能股 就是这支KSL 其实如果你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类似这个VCP 也可以说是这个 背饼形态也是可以的哈 它的这个前高 就是这条线 已经突破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 刚刚突破 现在价钱是1.99 仅限的大概就是1.97 去突破了 突破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 市盈的马路讯号 啊 现在刚刚突破了 距离不是很远 有信息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进场 你看这样突破了 而它的筹码主力线 打开来看呢 你看到吗 也是一样突破了 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两码人均线 在底部撑住它 这边有很多这个支撑盘 在支撑住它 而顶上呢 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 啊 所以它要飙上去的 机会是高很多 所以底下有支撑 顶上没有阻力 啊 这个是一个 漂亮的位置来的 要注意的是说 这个1.99呢 也跟这个 直测线 跟这个承测线 是一样的哈 只有等到它突破 站上去 比这两根更高的话 啊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办法的讯号 嗯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想免费的 加入我的WhatsApp小组 记得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我们马来西亚 如果你想付费 加入加进来我的这个组的话 可以去用WhatsApp来联系我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或者说想问我股的话呢 也是可以在留言区写上来 给我知道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也是会去分析一下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鼓励我一下 这样呢 我就会支持我 制造更多的视频 分享更多的钱等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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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